建築物內冒出陣陣濃煙 把藍天都給染黑 目擊民眾也全都驚呆了 地點就在桃園楊梅 中山南路一間紡織廠 2號早上9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為5層加蓋1層的鐵皮廠房 初步研判疑似是4樓起火 火勢一路延燒到6樓 出動80多位消防人員到場 緊急布水線灌救 可以看到煙霧飄散 連好幾公里外的天空 也都霧某某一大片 在桃園10點多 從5樓成功救出2人 另外還有2人受困在6樓 不過消防人員找到他們時 2人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結果想救人被宣告不知身亡 據了解他們是外包廠商員工 沒想到維修設備卻遇上死劫 火勢在11點24分得到控制 至於為何紡織廠會突然間起火 也還有帶胡椒人員進一步調查